哈喽大家好,Rail1です! 穹族巴黎西战独kan battle! 最新的极限jack觉醒的情报已经正式推出了 所以这一次的话是要来看一下 这一只特朗克斯还有另外两只的 Golden Frieza的极限jack觉醒 然后这一只这边的话就是我有抽到的 这一次三只极限jack我只有抽到这两只 那只枝数的话就还没抽到 所以就等下就去另外一边来看一下 首先就来看一下这一只三剑大特 目前现在它原本的是这样子超细的气力加益 雪攻防70%up的这个队长技 必杀技的话是超绝特大伤害 然后Defend大幅底下 以及被动是转株力转之 然后以及每次到一颗株可以获得15%的攻击力 这个是它原本的 然后这一次极限jack之后的话 它的提升算是不错 对长技变为超细的气力加3 雪攻防100% 这个其实就属于没什么太大作用 主要还是要看它的攻击跟 避杀跟被动 避杀方面的话就是给对手超绝特大的伤害 Defend大幅低下 然后并且一回合超细的我方全员攻击力30%up 算是小小普助到啦 这个最有点可惜 其实如果它的这一个避杀能够增加防御力 其实会更好 如果官方给出加攻击 所以也没有办法 然后再来就是被动方面 立气液立珠啦 转蜘蛛 然后取得的气液 一个连攻防20%提升 没取得一个攻防10%提升 当有神刺炎的敌防存在的时候 知气液以及力气液以外的属性气液 将会随机一种转换成为红气液 这个还蛮不错的 最后还有一条就是 取得气液7个以上的话 全属性攻击效果8群 这个的话当对上神刺炎的敌人时 那个取得气液会比较容易 毕竟还可以转成红 又可以转蜘蛛 又可以再转成红珠 这样的话在珠子的变化上 其实会比较灵活一点 然后攻防加20% 毕竟是 它这算是以前旧的限定卡 然后三维算是不错啦 不能说它差三维算是不错 然后又有140% 它140级的等级 等级的那个提高 所以属性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攻防20%来说 其实还算是蛮可观的 毕竟三维都提升了 只是刺猪方面就比较注意一下 刺到够猪它就强 刺不够猪就稍微可惜了一点 然后这一支的话 在可以确保刺到气可猪的情况下 连击的这个潜在能力 开连击会比较有优势啦 不过如果不 因为这个要刺到气足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啦 所以在这个 如果可以开到彩星的话 我觉得主连复汇会会比较好啦 可能12连 12-9 这样子会不错 毕竟彗星大概有一些就好了 一吃到气可猪就有 全属性效果吧 全属性效果 还算不错的 然后剩下的话 其实就这样子 再来的话 看一下这个 寄精佛 这个是树 树精佛 哈哈哈 树属的 Gordon Fleece 这个的话 对长技原本是 取得树属性的 一颗 然后攻击价33% 毕杀其实是很不通 给对手超特大伤害 没有特别 然后再来 血量50%以下 受到的伤害90%减轻 就是这样子简单 其实这个是蛮暴力的 这个90% 可惜这个还有限制血量 然后极限Zack之后 它的对长技 变换成为 速属性的 那个七一美取的 一个攻击 提升35% 稍微上升了2% 还算是 用来打 那个 那个 拳击机 就会比较有用 接着的话 就是必杀 Attack无限上升 给对手超特大伤害 算是 嗯 OK 毕竟 这一支 Gordon Frieza 缺的就是它的 攻击力 然后还有就是 血量49%以下 没有防御力 所以它这个被动稍微有 增强了一点一点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一点点 就是变成 气力 取得4个以上 自身的气力加2 然后 攻击90% 变成有了一点攻击力 可是要取得4颗气力 其实这个也是蛮麻烦的 如果一卡住的话 它就没有攻击力了 不过至少它的这个减章方面 从50%下调至40%这一点 算是 比较多一点点的优势啦 因为 血量会更加好控制一点 毕竟要一直维持50%以上 其实是蛮有压力的 所以这个 改成40%以上 算是还可以 所以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的 潜在能力应该不需要特别去改 17点的那个连击 算是ok咯 就是对于它的攻击力 可以不断的提升 然后9点的防御 那个回避 就是用来对应 血量40%以下的时候 有机会回避啦 可是我拿出来用啦 用到现在 基本上回避能力 9%的回避 真的是 没有什么看点啦 蛮可惜的 就是完全就是在装它远 我装到 没有装到就是算了 所以这个 要用它的话 血量尽量保持在40%以上 提升幅度来说 其实是 可以看得到 可是 不那么强 并没有到 理想中的那么强 最后的话 还有的就是 这一支 之属的 之属 之属 之属的 这一支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的提升算是蛮可观的 我先来看一下它原版的 技属 之属 跟力属 的三维 诶 没有到三维 技 之力 属 的血量 攻击 30%UP 完全奔用的对掌技 到现在的环境来说 必杀 超特大伤害 给对手超特大伤害 也是没有特别 然后 被动方面 回合开始是 攻防60%UP 就是很普通的被动 然后 这一次极限权之后 其实就是 在于它的被动 跟必杀 会比较好 然后至于 对掌技 还是很普通 技之力属性的 气力加3血 攻防80%UP 所以就是很普通 淘汰 哈哈哈 对掌技绝对是不用看 然后直接来看一下它的必杀 这个必杀就很有用了 Defend 无限上升 给对手超特大伤害 有Defend 无限上升 这一点有在的话 它就是超强的 哇 这次很可惜 我没有抽到它 真的是这一轮 可以无限 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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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40%的 140级的等级 有等级上的优势 所以 三维属性绝对也是 上涨的蛮不错的 再来被动方面的话 为何开始是攻防 90%UP 变到90% 其实虽然说 看这个%数 不是很高 可是它第二个%数还有补助 目标孙悟空 类叠的 母方全员 气力加2 攻防30%UP 有这个在的话 其实就是很够了 它本身就可以 本身的属性就有120% 再加上 无限的防御力叠升 很好 近期来说算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它们都是不同属性 所以在不同属性使用时间 还算是蛮好挑的 不过很可惜就是 技术的那一支 Groden Frida 就蛮强势的 所以这两支的使用点来说 其实是蛮微妙的 因为 它那支 不管是 血量 50%以下 或血量 49%以下 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50%以上 有90%的减伤 49%以下 有50%的减伤 然后攻击力 算是不错 而且是超级特大 所以这两支 虽然说极限Z 还算是蛮 稍微 有点 要 抉择 要怎么使用 最后 这支 自数的 还有一条 可能在讲这边 忘了 当敌方 带有名称 孙悟空 的角色存在的时候 撇除少年期 跟基民 或者Jr 这些出外 高确立 会心发动 在攻击表现 它也算是不错 这一支 自数的Galton Police 四斤佛 防御力表现 绝对是没有问题 Defend 无限上升 怎样看都是ok的 所以这一支 其实蛮简单的 什么都不用想 全力的投入在 连击就好了 直接给它 20点的连击 反正很简单 对到孙悟空类 用孙悟空名字的角色 高确立会心 打悟空转就是他 就是放他就可以了 打他 高确立会心 打他又痛 然后防御力又高 这样的话 如果机场版BOSS 还没有过的人 用这一支 可以把这支 摆上去的 蛮不错的 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 而且它的类别很多 然后孙悟空 这个名称 又是这个游戏最主要的角色 所以用来打 应该是蛮可以时常运到的 不难遇到 所以就是主联 主联机 稍微点一点灰心 ok了 它的潜在能力 我个人觉得 然后复活的F 加700的攻击力 这个真的是 这么难遇到 可是这个连接真的是无缘啊 这一次这三支极限键 我个人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虽然说 那个特兰克斯 我是稍微觉得有点可惜啦 就只有 只有这样子的提升 ok 最后的话 这一次官方还发出了 这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这一支 L-O的克林 哇 终于出来 稍微一点点的消息了 最新的类别 地球人 终于地球战士终于有啦 终于有人权了 呵呵呵 未来 Yamuja 应该会有 然后贵仙人 天晶罐 不懂算不算 算不算是地球人呢 因为有人 之前看 说它是三眼惊人 所以也不知道 呵呵呵 不懂会不会把它抵纳在 地球人范围内 希望也算是地球人范围内 比较容易一点 如果又把它 撇除在外 这样变成天晶罐 没有什么类别的 欸 初始状态的话 就是有到 加100%的这个三维 所以想起来 可能 到L奥阶段 我看大概率是 给到130%的这个加成 不会给到太高啦 然后到时候 再出一些限定卡 地球人就不错了 哇 终于啊 可怜 这个Docum Vector 已经5年了 终于有你的L奥了 虽然说你的限定还没有出啦 哈哈哈 可以期待 可以期待 好 那么这一次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这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晚安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